一鸣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名利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身体有此特征 越老越富贵 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 有些人在年轻时 运势诸多不顺 劳碌奔波 而随着年纪的增长 各方面会出现微妙的转变 这就是所谓的转运之机 由于每个人先天命盘及长相存在差异 因此不同人行运年龄将有所差别 那什么样的人越老运势越好呢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一宽下巴 下巴又称地格 代表了一个人的蓄财能力和晚年运 宽下巴的人一般心地比较的善良 富有人意之心 但是为人比较的耿直 在年轻时性格容易比较冲动 虽然做事比较的认真有热情 但是却少心计 容易被人利用 所以年轻的时候虽然很努力 但是却容易碰壁 在创业初期往往因为性格问题 而碰到很多的困难 随着年龄慢慢变大的话 整个人也会变得越来越成熟 做事思考也越来越周全 并且责任心增强 所以事业会越来越顺利 也会越来越富裕 二 双下巴 双下巴的人一般性情都比较的温和 非常的善解人意 对人非常的热情 胸襟宽广 非常的有包容心 非常的好相处 下巴主一个人的财运和晚年运程 一般这种面相的人 早年时容易遭遇挫折 随着时间的沉淀 尤其是中年以后 运势开始变好 个性修养也会大大的提高 因为其好性格 结交的人脉也会越来越广 命中贵人较多 财运自然也是越来越旺 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 三 耳骨偏厚 耳骨偏厚的话 耳朵长得就比较的贴近后脑 像书中言道 耳生贴脑轮廓长 简有红光富且柔 说的意思就是 耳朵贴脑的人一般轮廓清晰 能想富贵荣华 这种人心思缜密 学习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年少时性格比较的高傲 不太注重营造身边的人际关系 所以前期命运一般都比较的坎坷 容易无功而返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变得成熟起来后 也开始慢慢变得柱状 处理好与身边人的关系 财路自然也是越来越宽 越老越有福气 四 颧骨宽且直 颧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性格和一生的境遇 颧骨代表了一个人的控制欲和占有欲 颧骨宽直的人一般非常的有责任心 做事非常的认真 但是在事业方面也有着非常强的野心和欲望 为了达到目的 做事比较的强势和霸道 为周围的人所不喜 所以前期的时候 虽然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处理问题的方式往往不太恰当 比较的激进 导致事业方面难有太大的起色 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坚持自己的同时 也会适当的照顾别人的感受 事业方面的阻碍也就会越来越小 财运也越来越出色 五嘴唇较厚 嘴唇代表了一个人的情意和做事态度 一般嘴唇比较厚的人 往往事业心非常的重 非常的善于人际交往 非常的有意志力 做事能坚持 性格也非常的开朗 懂得为别人着想 所以非常的受异性欢迎 但是这种人最大的优点和缺点 就是非常的重感情 容易因为感情而受挫 并且非常的贪恋 与物质方面的享受 所以年轻时 创业往往会因为感情不顺而受挫 或者是因为太过于享受 而把努力打下的基业毁掉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会变得更加理性 也非常的善于积累经验 越老越富贵 六 耳朵厚大 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 智力和寿命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厚大 呈下垂之姿的话 是财运和福气旺盛的重要特征 这种人大多心胸宽广 包容性强 而且非常的善良和热心长 乐于帮助他人 人缘非常的好 而且考虑问题 也非常的理性和全面 做事坚持 年轻时候看上去缺乏一些锐气 但实际上是在积累经验和人脉 到中年时就可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想不发大动难 七 人中深且上展下宽 人中也称为紫堂或者寿庭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仔细厚福 和生命健康 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人品和命运走势 如果一个人的人中部位长得深阔 且成上窄下宽之形的话 这种人一般生命里比较的旺盛 身体素质较好 精力充沛 很有干劲和充劲 而且性格坚韧 做事坚持 年轻时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耿直而得罪人 事业上容易受阻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 事业会慢慢地转好 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 男人中年时事业开始好转 女人中年时感情变得稳定 八 有穿自纹 且耳朵 饱满圆润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 长有穿自纹 且耳朵饱满厚实的话 这种人一般智商较高 头脑非常的聪明灵活 但是年轻时比较的理想化 想法有一些不切实际 所以运势平平 诸事都不太顺利 财运也非常的一般 经常是数不付出 挣得还不够花 男人容易因为经济压力而影响婚姻 女人容易因为感情而影响事业 不过35岁以后 随着思想的成熟 性格的稳定 事业和感情运势开始转好 容易在贵人或者爱人的帮助下 而获得成功 九 眉毛浓郁 长眉入病 眉毛在相学中称为饱兽工 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优劣 和寿命长短 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状况 和事业财运 如果一个人的眉毛长得浓郁 而急整 皆有长眉入病的话 这种人一般心性非常的善良 富有爱心和同情心 乐于帮助身边的人 而且性格温和大方 特别的好相处 人缘非常的好 也懂得付出 不过性格有些犹豫 缺乏主见和魄力 年轻时吃亏较多 容易因为物交损友而损财 年轻时事业运势开始达到巅峰 男人积累财富快 女人忘夫招财 晚年婚姻美满 生活富足 十 眼角下垂且鼻翼风龙 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心性 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性和财运 如果一个人的眼角下垂 且鼻翼风龙饱满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的稳重 说话做事都比较的谨慎 内心纯良 不喜欢计较 而且漏于分享 但是不善表现自己 年轻时容易因为小人的阻挠 而使得事业方面容易受挫 而且性格较为耿直 不太受领导喜欢 导致事业发展一直都不太顺利 不过四十岁以后 贵人运开始显现 事业和婚姻开始转好 容易获得丰厚的收入和回报 十一 生命线杂纹多 解双眼有神 生命线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和富贵运 眼神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和心性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杂纹较多 但双目炯炯有神的话 这种人一般经历非常的旺盛 做事积极而主动 年轻气盛 所以年轻时容易与人发生口角和矛盾 导致意外较多 事业受阻 不过三十五以后 随着个性的成熟 做事越来越稳重 在事业上容易取得较大的突破和发展 不仅能够获得不错的地位和收入 感情婚姻也会变得更加的和谐幸福 十二 臀部无肉 但下巴圆润 臀部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靠身和坐拥财富的能力 下巴代表着一个人的聚财能力和晚年幸福 如果一个人臀部销瘦无肉 但下巴圆润饱满的话 这种人一般出身较为贫寒 年轻时缺少家中和贵人的助力 凡事只能靠自己努力 比较的奔波辛苦 也难得到领导的认可 收入不是很理想 不过四十岁以后 开始越来越善于处理身边的人际关系 事业和生活都会开始好转 容易获得成功 晚年福气厚重 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运势 每个人运势旺盛的年龄各不相同 有的人年轻时意气风发 但到中老年却遭滑坡卢 有的人年轻时运气不佳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日子却越来越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